《青春熱血的形體與矛盾王進達的孤兒2》 2015年7月4日明毅D03評論落封篇案 孤兒2取材自家與胡曉的肇事孤兒傳說 是罕有地被翻譯成歐洲語言的中國戲劇 山去報警、道具及華麗服裝 只有一群來自香港和內地的演員 挑戰體能極限,以高難度動作配合身體說故事 作者觀賞了4月15日晚上八時於香港笑機創意書院 多媒體劇場上演的長次,並賺社慾評論 開場時,穿喘楚棉樂此原在劇院外根散落四周的觀眾聊天 細說肇事孤兒歷來流傳的版本 從左轉、史記、原代集劇、歐洲的翻譯與內容 到當代電影、電視和舞台的改編 原本狠斷碎的歷史事件慢慢累積而成之業繁茂的民間故事 話說春秋時代進國大夫調盤地間神圖案 搞無憾而遭滅族之禍 其子趙叔的妻子莊姬逃入皇江彈下南嬰 得眾兒家臣和門客公宣處求 前嬰兒人的協助 以死互孤、托孤、取名趙母的孤兒長大後復仇 平反了家族冤懲復又未了徒時滿門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就這樣以熱城的雨吊站在肖基創意書院的門庭 拿著我展示者Z曲折的情節,我冷靜地聽,然後再告訴他更多便宜的版本 譬如說左轉斷簡殘篇的窄Z如與反F招視家族亂倫的真相 王族權力外鬥才是滅族的主因 而使記則從下江之南的角度翻寫左轉樓下的空隙 營造圖案假者號印密,採取文學技法將顯復仇立孤的主線 然後到了原代機均牆的集劇,卻將原來以他人之子代死改為 情英以親生骨肉換字的脈絡,增添了驚心動拍的悲劇與人性掙扎 小火指木等口外地聽橋窗內亨棋子A 薩那有一點亦反了主客為止的初歌 我只好禮貌地點頭說句台上加油便專身了 這是錄業劇團想演劇目《孤兒夜的前置場景》 導演王進達設計了一個演前熱身的後設澤Z型態 此是聯身的不是演員而是觀眾 五位演出者以活動形式遊走於觀眾入場前的時段 慢說即將演出的內容,這個安排的功能有二 一是幫助觀眾介入劇場活動,二是扣連劇作的主題 揭問何謂歷史,當一個事件經過流傳之後出現不同的詮釋 幻有沒有真相的存在,而我們又如何掌握真假虛實? 形體的模擬表演孤兒移將轉和史記的文本測性 則Z的碎片,在形體劇場 《Physiculciator》的基礎下,深入密劇、舞蹈和戲劇元素 連結香港以及當代世界的生存和媒體處境 反思以言入罪,何謂真實的權力佈置? 五位來自北京、山東、安徽和香港的演員發揮身體的能量 一人扮演多角,進出於劇情之內和之外 曾經出流學法國巴黎假黑、落扣國際戲劇學校的王津達 深受落扣力極有關思義的身體的美學及形體理論影響 因此,孤兒兒的舞台呈現大量模擬表演 Mime 的風格取向,落扣形為模擬表演是戲劇行動和劇場創作的基礎 再是以動作語言 Gestural languages 的範飾下分成不同的類別 將以手勢示意的假劇Pantomime 以人體扮演物件的將於模擬Figurative Mime 都是以身體表述物像、情緒和台景、講求簡潔、明識、透視、飽和、流動節奏等營商 裝在劇本和角色不同的需要與內容、激發觀眾的感觀意識 再具象與抽象之間感應身體的藝術、王津達的孤兒也沒有報警、沒有道具 只有一個空台、五個演員、聲音和燈光、身體便擔起了舞台上所有功能 儘管開手一些段落的戲劇節就有點崎嶇不流暢 但那份青春熱血的躍動依然讓人感召 形體是孤兒夜的訓練、創作和展演的核心 那是一個借用身體演術故事的起點與流程 演員不單單演不同的角色像進景攻、照盾、莊姬、公孫處求和情英 也擔當旁術的說書人和平以者 第一身與第三身的擇Z不停來回割團、交替再縫合、形成多重視點 此外,演員也利用身體模擬道具、像卓耳、燈火、樹木、花草 通過以人發大造墨生化的效果,同時建築肢體型或的畫面 譬如說,當情應偷取他人嬰兒的時後 演員以自己的手模仿嬰兒的形狀 普光堂S如抱歉托磨炮B逃亡 此時後,無論是逃入森林的花樹還是躲藏深山的石棟 都有其他演員以致體的、橫外或束蠟等方式幻快而成 風吹起便是手和腳扮作之鴉油和的擺動 雷明是後便是肢體的燈塔猶如山倒石亂 加上迅速變換的燈光、聲效與人臉 便為殺戮的長頸剛起了悲歡仇苦、動靜加楚的觀能之覺 思義感觀影對語言缺力落扣 扣認為形體動作講求節奏、空間和力度的互動、身體律動的法則 包括平衡、失衡、對抗、交替、補足、行動和反應 目的在於展示內在的情緒心理和外在的戲劇處境 時駕與演出的基本因子 在追趕跑跳碰之間聯繫演員和觀眾的認知距離 孤兒兒的動作以空腹作為運轉的重心 配合強弱快慢的呼吸、伸展或收縮的四肢 形定或流變的眼神和表情 呈現原著故事的血腥與暴力衝突 例如趙時遭壽滅門一場 導演刻意以慢鏡的動作延長以手作都扯入身體的景況 讓觀眾形視殘殺的張力 而躺成屍體的演員被拖走的剎那 地上刻意留下汗濕的癢 如血的印記 加強了視覺聯想的經歷 又例如裝機產子一幕 女演員騎在男演員的肩膊上 用刻意罩著對方的頭再緩緩抽起 配上嬰兒哭叫的淒厲聲音 孤兒呱呱聚地 沒有生之歡愉 只有詭異陰森的氣壓 由於是無異的風格 疏離帶來觀照 間斷建立思辨 從而形成整體的思義感觀 那是一種直近通感 的觀看狀態 是空間 燈光 顏色 物質 聲音的重重包圍 視視、聽、觸 感不可分割的全面領獸 這部劇作做得好的幾個場景 都能範滿具有無盜動感和雕塑形態的肢體設計 在流量的燈光下滿日思義的想像 就是美 孤兒以先在北京和陝西公演 加上三位內地演員 因此整個演出的語言傳用普通話 包括兩位香港演員的台詞 然而普通話加上文言詞匯和居色 落入香港的語境便不能避免產生雙重障礙 造成決力的偏差 現場所見 無論是資深的演藝工作者還善年輕學生 許多時候都無法掌握對白的精細內容 在只有聲音、沒有聲意的狀況下 傾各和知各雙重的疲累 導演苦心經營的嚴峻提指也令落破碎 又有甚者 在眼前中講矛盾劇力的氛圍下 更激起部分觀眾反抗的情緒 有人在臉書留言 我們不是中國人 如用外語 請用字幕機劃許 作為回應當代社會議題的藝術家 不能不敏於身處的時代裂縫 也不能不將這種語言的權力紛爭也納入思考的版圖上 作者是香港詩人、文化評論人 此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協助統籌 該會由專業藝評人組成 網站www.itc.com.hk